10月20日周五,A股收平 3000点被市场无情的轻松的击破 有效的击穿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传来两种声音 第一种呢,就是说磨刀祸祸,准备冲锋了 就是这个位置呢,你就看好的 当然了,这种人呢,是比较少的 而且这种人是勇敢者 另外一种人呢,干脆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不动了,躺平得了,不动了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是对的呢 我们应该后视怎么看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是对的呢 这条视频将为你解答清楚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 我们先来回顾回顾全天的走势 实际全天的走势呢 应该说也有一些小的亮点 那么小的亮点在哪 早盘的时候呢 黄线一度是往上攻的 另外早盘呢 我们发现这次的沙跌的主力军 白酒的龙头茅台 今天早盘一度涨幅接近两个点 当然了,到后来又回去了 是不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另外今天的北上资金流出的 相对减缓的多的多了 只流出了16个亿 那么也有不好的 你举说下跌超过5%的个股 达到了接近220只 比昨天增长了50只左右 那么呢 昨天白马杀的居多 今天呢白马跌幅不大 但是呢 今天个股跌的凶狠 总体上来看嘛 你包括前面的像银工智能啊等等的 跌的都非常凶狠凶悍 那么在这地方很多科技股都出现了新低的走势 就包括昨天移动的芯片这一块也出现了大幅的沙跌啊 看个涨跌排行榜就概念题材跌幅的偏大啊 另外几乎全天来讲没什么热点可言 你说创业版的老赛道稍微地动一动 什么能源激素啊 光伏设备啊 等等啊 风电设备今天走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不是主流的板块 主流的板块 悉数下跌 只有券商还在勉勉强强的支撑 这就是基本上全天的走势啊 下跌的股票呢 也有三千五六百只 上涨的呢不多啊 各种统计指标已经显现 已经是就是非常低的 就是底部区域了 那么首先发表我们的观点 三千点下方绝对不应该看空 那么关键是怎么办 那不看空它也不涨 那说手里有股票怎么办 满仓怎么办 满仓被套的怎么办 没有仓位怎么办 我相信呢 这里面没有仓位的可能也几乎没有 我估计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清仓被小套了一点点 这样呢就算比较 应该说交易的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小套一点 我给大家这样的分析啊 一会我们来说结论 先看看指数走势 本周呢收出了一个大阴线啊 几个指标都是大阴线 那么本周实际是一个积极信号显现出的是什么 从昨天开始啊 上证指数 深层指创业班指是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在170多个交易之后出现了日线级别的共振的顿化 那么满来希望呢 这几天出现缓跌 只要别大跌就行 然后出现一颗单日大阳线就一举扭转颓势 形成日线的低点结构 这就是全面做多看多的一个行号 但是呢 昨天的还有今天这种加速的下跌 今天实际按理来说虽然指数跌的不多 但也算加速下跌 昨天指数跌的更多 那么带着跳空缺口 这样来讲形态呢 迅速的变化了 我们看呢 这个DIF值已经变成了28 前值是40或者是41啊 我们看呢 用不了几天 假如再维持两三天 这个动画就消失了 上证创业版指数动画已经消失了 我们一会儿看看它消不消失啊 那么深层指呢 那级别本来就不大 它也会消失的 如果它们都消失之后 那么就没有 没有非常好的低点朝底的信号了 那么只能等待一个扭转类的 标志性的大阳线 低位大阳线一举扭转推势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多做多 否则的话抄底这个你就甭想了 关键现在还能为是两到三天 也就是下周一和周二 还可以简单的叠一叠 还勉强 这个动画还存在 还有抄底的理由 如果继续下探 那就没有抄底的理由了 周线上呢 我们要看一看 周线呢 是大阴线 也没有什么太害怕的 这个地方出现周线大阴线 不在第二周之后就逆转了吗 是不是 而且这个地方呢 去年这11月 一号 也就十月末 也是白老大的茅台大跌之时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茅台的大跌呢 下跌呢 跟这个地方下跌有点区别 这个地方茅台是连续杀跌之后 然后反转的那天呢 茅台直接涨了八个多点 白酒板块涨了六个多点 十月一号是放量大阳 奠定了2885的阶段性的低点 现在呢 已经到了你三千点的下方了 这个地方跟这个位置很近 非常近 是底部区确定无疑 关键你要看这样的周线 日线呢 你要看到 像11月1号的这个单日大阳线 伴随着所有的板块 大部分的板块 涨幅超过百分之二 并且超过上涨5%的个股 要达到五六百只以上 这才是一个做多的系号 否则的话呢 那就谨慎谨慎吧 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说这地方就保持耐心 待会我们再说策略 上涨指数的日线 这是28DIF值 我们看一看 深层指的呢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166 前值是多少 前值还好啊 是217 那么变化多少呢 昨天是145 变化值是20 所以说还能维持两天 好像还好点 因为这也有日线级别的低点 咱看个创业板 它也能维持几天 这倒是好事 那么连续下跌之后 太凶悍了 跌可以说跌得毫无道理 创业板今天的DIF值是-37 前值这个地位是多少 是41 如果明天再不变化 那明天创业板直接就消失 明天就是下周一 我们看看下周一 最希望的是这个周末 传一个大的利好 周末能不能来利好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能不能来利好 另外呢 我们再说说这里面的策略 这地方的策略呢 我认为如果要是连续杀跌的品种 并且低位有一定的资金的回补迹象的这样的板块 都可以选择握倒 如果你持有的不是这样型的板块的 大家要折击呢 明天后天有移动的时候把这个板块换到有资金进入的板块 第一位放量就是有资金 就是有增量资金进场 另外在测量 在上边的板块 尤其是近期强势的品种 大家去 它的补跌的危险很大 这样的品种 要早早的离开它 它会加速下跌的 都会补跌 覆潮之下 不会有完乱 那么你持有的假设 低位的指数型基金类的品种呢 我认为都可以不动 握倒 不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动得越多 失误越大 好了 我们今天的收评就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暂时再把股市忘掉吧 好好过一个周末 我们看看周末有没有利好 大家再见